法律问苹果 冠老板说薪水较高 老健保竟要劳工自负 冠老板一大堆 有读者就问苹果 他当初进公司时 老板说薪水给比较高 所以老健保要他们自己全额出 但事后他觉得非常不合理 该怎么解决呢 现行法针对老健保的部分 原则上都会有雇主负担 以及个人负担两个部分 我们可以从读者所领到的薪资条上面去做判断 如果从这一个薪资条上面 看得出来雇主确实有将 自己雇主应该负担的劳健保费用 转嫁到员工的薪资里面去做扣除的动作 那这个雇主他就有 为发放逐额薪资给员工的问题存在 员工可以去提起 劳动诉讼或者是劳动正义调解 那去请求雇主将 违法扣除的薪资差额做返还的动作 那除此之外 员工也可以另外去跟劳动局检举 根据劳金法26条的相关规定 当雇主有这样的情况经常和属实 那主管机关可以罚9万到45万的罚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